大家好,我是大伟 咱们都说腿是力量根,是身体力量的源泉 腿上的经络通畅,代谢好 那么咱们整个身体的健康程度就会更高 但是很少有人日常当中会给我们腿部去做一些养护 为什么呢? 因为腿部当中的一些放松实在是太复杂了 要不同的体式,还要有一些不同的工具去做,去压 这些东西都会花费极大的精力 如此高的一个复杂程度就劝退了很多人 但是腿上的养护又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咱们就把这些所有繁琐的东西全部给它简单化 交给大家一个全套的快速的疏通咱们腿上的经络 放松咱们大腿肌肉 促进咱们腿部气血循环的一套完整的动作 这个动作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实用 大家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 如果跟着我做了以后感觉有用 就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这套动作交给大家 这个动作咱们先做一条腿 做完以后大家自己去走路感受一下 做完的两只腿的一个差异 好了,我们这个动作做之前 双腿放松做好,从上往下,从三十一两侧往下拍 拍几下呢?大概拍一个从上到下三四次左右 为什么呢?先让我们的大腿放松下来 很多人腿上它是粗,代谢不好又肿 而且摸起来里面很多的小筋结 你今天这个方法就用 用完以后慢慢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我们腿敲起来 敲起来以后看好 从用我们的手肘顶住压在哪呢? 压在我们的大腿的根 这样一压 这个动作非常简单 你看,手这样往下一撑 身体只要一斜 就把这个动作跟我做 你会发现所有的力量成一条直线 直接渗透到里面最深处 非常的简单 就这样,顶进去以后 这个内侧很重要 很少有人会放松这一块 顶进去以后 手画圈 一、二、三、四、五 不酸的点咱们画三下 酸胀的点咱们画六到九下 就这样 从上到下 一点一点的你看往上挪 就这样 每个点都给它画一下 画个圆圈 手手这样 身体一定要持续的下压 你这么一下压 你看所有的力量都会集中在我们的手肘处 像锥子一样的打进去 这个力量很渗透的 就这样去做 一直做完了 做到我们最前方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腿的内侧就做完了 知道我们的小腿是怎么做呢 一样的 看,身子 看,往下一压 一、二、三 这个时候就控制一些力道了 如果我们整个身体压下去 这个小腿它特别敏感 很多人受不了 自己控制力道 在一个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咱们就这样做 慢慢的画下去 非常的简单 这个动作它渗就渗在什么呢 我们坐着就能坐 非常的轻松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内侧就放松完了 非常简单 然后呢 还有哪里呢 我们大腿的正面 正面是怎么做呢 你看,这个手就像什么呢 像滚轴一样 你看,我这个手往下一压 只要身体沉下去 它这个力量都能卸在我们 就放在我们整个腿的大腿的表面 好 然后看,往前 这个动作是这样 下去 然后身子挺胸 就把这个姿势 你可以坐下 你看 下去挺胸 一旦 一 二 三 从侧面看一下 就这样 慢慢的把我们里面的肌肉当中的 一些小筋结给它滚散 你会发现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都会感觉特别的酸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腿太重要了 但是很少有人会给它这么深层的 给它做一个放松 就是这样 这个动作它适合于什么人呢 就是腿上经常感觉 经络不通的 经常感觉腿上气血循环不好的 经常运动 跑步的 练大腿的 深蹲的 你都通过这个动作去放松 放松 就这样 从上到下 咱们滚上一个三遍到四遍 这个时候我们大腿的这一侧 就基本上都放松了 然后呢 我们把腿还是像刚才这个姿势压上去 压上去以后 我们身体压上去 压到这个腿部 这个时候我们的力量渗透到懒了 就以我们的腿部像一个滚轴一样的去擀 那力量是相互的 我们这样在擀的时候呢 其实是给我们的这一侧做一个放松 不然你自己你看这按捏都不好 我们就这样 很轻松的 以我们膝盖这个地方为点 就把身体压上去 来回滚一滚就行了 这样滚一滚 非常的舒服 就这样 擀一擀 揉一揉 这样的话呢 我们从上到下 每个点也是这样去滚个两三次 慢慢的 这个腿就全部放松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放松 但是放松的层次非常的深 把原来你所有用的工具 所有繁琐的动作都去掉了 我们就取其精华 这样的话 大腿就放松的差不多了 你起来 走路 走一会儿你会发现一条腿特别的轻松 那一条腿就会显得特别的沉重了 所以我们每天就按照这一套方法给我们的两条腿都做一个放松 因为这里时间有限 咱们就不演示第二条腿了 你就把这个方法收藏下来 然后你记不住就打开这个视频 每天打开以后就跟着我的动作做一遍 然后视频结束了以后 你自己再做一遍 经常跟着我做一做 久而久之 这个动作你就记在脑子里面了 随时难受了 随时就拿出来就用了 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 让没有关注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我一波 因为每天大会都会分享一个最简单 最实用的养生小动作 谢谢大家